打击回弹力 什么叫回弹力啊 导播给我拿一个凳子 来大家注意看啊 如果你的老师或者你自己在练啊 弹动5 6 7 7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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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4 5 6 7 8 一点作用都没有 一点作用都没有 来看什么叫回弹力啊 1 2 有看到我伸直的一瞬间 我没有撅屁股啊 没有撅屁股啊 我把板凳打出去了 好 来再看一次啊 再看一次 1 2 有没有看到 5 6 7 走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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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有没有看到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我教你们怎么练啊 怎么练这个弯膝直坐下 然后双手交叉 推到前面同学的大腿 大腿的位置啊 好 不要推到膝盖啊 不要推到膝盖 因为孩子只要膝盖一使掉 他的屁股会出去 看到没有 屁股会出去 我现在就要你大腿发力 所以他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收紧核心 来 不打哦 不要打 5 6 7 走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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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看到 你会看到我刚才不断地在打击我的小助理 谢谢 打击我的小助理 然后我的小助理会被我弹出去 弹出去弹出去弹出去 那这个时候我练的是什么 是膝盖的回弹力 为什么是回弹力啊 5 6 7 看啊 一 二 一 二 有看到核心收住以后 当我的腿踢出去 我需要保持核心收住啊 当我要把腿收回来的时候 不是只靠动力腿把腿收回来 而是靠我的主力腿 向后做一个 回弹 然后让我的腿 产生这样的一个能量 大家有没有看